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高智航 原名高明九 1907年出生在通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17岁时他赴法国航校学习 1927年1月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 回国后他通过自修掌握了夜间不打登起飞 倒飞和弧行飞行等飞行绝技 在国际上堪称一流 1937年8月13日 松鼓大战爆发 14日高智航在极端恶劣的气象条件下 率机迎战来犯日军机群 取得全胜 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同年11月21日 在周家口机场遭遇敌机空袭 他立即准备起飞迎战 但不幸被日军战机投下的航弹击中 壮烈迅龙 年仅三十岁 这位年轻的战英 虽然壮志未愁 身先死 但是他给后人留下的是 赶于担当 赤死报夺的 传奇